这位看起来似乎是一个 有些不羁 不羞蝙蝠的大叔 看起来其实挺能打的 但却是一个 丰饶命途的战斗的角色 他总不能是 作为一拳给我加血吧 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 这位角色吗 加拉赫 皮诺康尼唯一指定普村 就你在各种狼人杀 局势分析的视频里面 你甚至都找不到这个人 因为在我看来 加拉赫就是很普通 很朴素吧 一个最为典型的皮诺康尼 当地人 那作为猎犬加戏的治安官 兢兢业业的 做好自己的职责 身上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那加拉赫 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 他调引师的一面 但总的来说 他表面上 就是最明显的一个身份 还是猎犬加戏的治安官 作为这样一个 中心耿耿的猎犬 自然也是在故事中 担任着保护 外宾安全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猎犬加戏 保护宾客安全 但是2.0剧情一看 你这不是什么都没有保护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在接下来2.1剧情当中 加拉赫会作为重要的 警探角色 然后和列车组一起同行 去揭开这桩 皮诺康尼选案 你怎么知道 他之前的这种行为 没有他自己的考量和用意在呢 对 就是你看 他靠不靠谱 需要长期的观察 对吧 你不能一上来就下定论 同时在战斗中 加拉赫他也拥有 保护我方的一些特殊的效果 他战绩可以指定 我方单体恢复生命值 你看他很能打 对吧 所以他终结季呢 我们不是回复了 我们会使敌方全体 陷入一个特殊的负面状态 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 当我方的队友也好 自己也好 攻击陷入特殊的负面状态的目标时 就能回复一定的生命值了 他的那个秘技 会立即攻击敌人 然后进入战斗之后 会使敌方全体 陷入这种特殊负面状态 在角色设计上面 就是我们其实是去尽量贴近这个角色的一个设计人 人事和背景的 毕竟他是一个叫火系的风饶 对吧 然后我们当时在想火系风饶 然后他看上去就是一个很能打的人 他看上去不像是那种可以为你治疗的这么一个人 对吧 所以我们就想他怎么来给队友治疗呢 你用什么治疗法术也好 你去包扎伤口也好 都不太符合这样的性格 那索性就成年男人嘛 来受到伤害对吧 喝口苏勒达 苏勒达喝点是吧 对 我刚才看到他释放终结季的时候 感觉那个拳套下面 手上面会有一些裂痕和伤口 还会迸发出一些像能量一样的感觉 是的 会有那种小麦饮品燃烧起来的感觉 同时呢 他终结季还能使下一次俯工获得强化 不仅能对敌人造成更强力的伤害 同时还会使目标攻击降低 不愧是个治安官 真的是一位很可靠的猎权守卫呢 非常可靠 太可靠了 我们刚才这段不会听起来很可疑吧 为什么会可疑 会不会有点太可疑了 不是 加拉赫身上还有还能有什么故事吗 加拉赫身上有没有故事不知道 但总感觉 少吉老师你在演示其他角色的神秘故事 有没有可能这 我说加拉赫没有什么故事的时候 有人就会觉得他身上有故事 但最后他身上真的没有故事 这就是一种反转 对 是的 板栏能